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節香港新聞 這節要說香港有一個人 就是拿著壹傳媒的股份 現在 搞到血本無歸 本來這件事很慘 大家都知道壹傳媒到最終 都是被清盤收場 香港人 一起支持蘋果 都沒有用了 到最後 整副身家被充公 本來從任何角度看 都可以說是 一個 一件相當之壞的事 但是 被我們發現 在說小股東 Total Loss的時候 發現裏面 有一個人也是Total Loss 輸到渣也不能剩下 那個人就叫做梁振英 所以這節要跟大家分享 也要跟大家去討論這件事 裏面要討論的內容包括 就是 到底應不應該放 所有的錢在香港 這個其實我們應該早就已經說得很清楚 但是無論如何 事情已經發生了 現在再去追究也沒有用 所以 接下來如果大家有錢就盡量 不要放那麼多 其實這件事是有必要的 這一節就要跟大家說說這個也是西方日報的報導 這個已經爭了蘋果很久了 所以現在 出來燒炮獎 就是寫了一篇文章 很難看的 也跟大家嘗試去分析一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 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大家請真的記住 我們的主頻道 是39萬多人訂閱 那個就是星期二得道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那就是6萬多人訂閱 我們只有這兩個台 所有的資料就按照這兩個官方的台公佈才為作準 有聽眾向我們投訴 有人借我們的名義 騙錢 他們就交月費 被一個自稱是本台的職員的人 騙了 大家請千萬要小心 因為我們 首先 本台從來都沒有搞集資 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說要集資 這件事一定是錯 大家要留意有騙徒出沒 我們一直都叫大家用免費模式支持 尤其是經濟結局 更加應該用免費模式 只是 稍為經濟鬆動 我們才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你真的不熟悉電腦操作 不熟悉信用卡 那就不要緊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 我們就足夠了 我們 我們非常不希望再有人盜用我們的名字 我們的騙案發生 好像不多不少也變了我們有一點責任 但是大家請留意官方的資料 不要給 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香港真的非常過份 來到今天這樣的狀態 我們那些聽眾支持者 很多人其實是 家裏 經濟情況 可能很困苦 但是作為聽眾 覺得聽了我們節目 覺得要給我們一點點東西 你真的不要 千萬不要聽人說有得捐款 你記得用免費模式支持 我們真的不想再有 機會 被騙徒在中間出招 雖然 聽起來整件事有點荒謬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真的有發生 這些人 現在為了周圍籌款 騙錢 坦白說 已經做到一個地步埋沒良心 喪心病狂 我們這裡只能夠叫大家小心 千萬要查清楚資料 核對到 首先第一 我們就絕對不會籌款 真的 你要小心清楚聯絡你的人 是不是真的是那個身份 不要一聽到有電話打來又說那個 這個跟 入境處騙案差不多 想不到 想不到會變成就是用我們的名字 總之大家就要小心 最佳辦法 你還是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再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就是播放 簡單來說 按右鍵 打開節目清單 我們的節目清單叫星期易得道A 為甚麼叫星期易得道A 就是因為星期易得道的清單就爆滿了 影片數有限 所以就開了一個A 在頻道裏面你找得到了 很簡單 你打開播放就行了 甚麼都不用做 由頭播到尾 由早播到晚 到了今天 還有那麼多騙徒出沒 坦白說 令人覺得 香港 令人覺得唏噓 如果我們 窮得只剩下 錢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為甚麼會窮得只剩下錢呢 窮的意思不只是說有錢和無錢 窮的意思 也是在說你 缺乏 窮的意思就是缺乏 為甚麼叫窮得只剩下錢 說錢呢 就是甚麼志氣 甚麼目標 甚麼價值 甚麼道德標準 甚麼原則都沒有了 這樣 是比起我們 光榮戰鬥 戰敗 更加可悲 這個就是 不再詳細說了 大家留意有騙徒出現 留意就小心騙案 被免中招 我們繼續說回壹傳媒清盤 壹傳媒 在昨天16日被正式清盤 這個 東方 出了一篇文章 說這件事 禍港31年的毒瘤 化為烏有 然後說黎智英未熟罪咎 你看看多無恥 多無良 所以我再說一次 我們不會當這些 是傳媒的 這些只是共產黨的喉舌 內容是這麼說 由黎智英在1990年開設的壹傳媒有限公司 他的高層就相繼地 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 還有欺詐罪 大家都知道這就是政治迫害 昨天高等法院正式宣布 這家公司要被清盤 結束 31年的香港歷史 他就說人家是所謂禍港歷史 豁壺豁起了 我就豁起了 蘋果的所謂禍港歷史 怎樣禍港 就是做著支持反對派的事情 人家被清盤也做不夠 還要說黎智英活罪難搖 好 另一方面 台灣的蘋果日報 也是需要被清盤 因為以我們所知 台灣公司應該就是 子公司 香港的壹傳媒集團才是沒有公司 台灣那邊的資產 理論上 他們要執行的時候應該有相當困難 亦有分析說雖然壹傳媒清盤 但是公司資產所餘無幾 然後就說小股東就要有心理準備了 會Total loss 會化為烏有 令人第一時間想起這個689 梁振英 因為梁振英也透露自己拿著 壹傳媒的股份 然後繼續叫小股東留意 留意著壹傳媒帳目問題 設計清盤被走數 員工債權人一輸再輸 你看多無恥 整件事政治迫害 將 一家傳媒的老闆 硬用國安法拉入獄 然後 整間公司的高層都拉了 然後 凍結別人的資產 然後再清盤別人的公司 整件案件 就是政權 迫害一個傳媒 迫害到 他所有的東西都不放過 整個媒體要你一鋪修皮 這樣還好意思說 人家清盤了 你留意他的帳目問題 免得被走數 這些說法真的很無恥 這個就是中共了 中共就是如此無恥的 迫害到你死的那天 還說你現在就等於走老 叫小股東 檢查清了你的帳 說你有沒有走數 迫爆他的 就是政權 本身 所以大家不用說了 有時候你看看香港 有這樣的媒體 有中共 有港共 這些媒體的報導 不用說 我們一定不會當這些是媒體 不好意思 我們絕對是中共的喉舌 是爪牙 另外一方面 梁振英 就在早前 大概是6月份的時候 說他拿著壹傳媒股份 他就說自己拿著2000股 叫人家不要猜測 這就是 這篇報導口中所說的小股東 你快點去問候他吧 Total Loss 這件事非常之令人氣憤 但是 亦都將一個 現實問題告訴大家 對著港共 其實他甚麼都做得出來 如果你覺得今天隱氣吞聲 把資產留在香港 或者把人放在香港 你覺得這樣沒有問題 不出聲就沒事的話 我相信你這個看法和做法 一定是錯誤 大家看看國內的城市 你就知道 有那麼多五毛小粉紅那麼愛國 一樣 要做韭菜的時候 手起刀落 要割還是不要割 你留在香港 被迫害的時候 就是 連小小聲音都發不出來 還要看這些垃圾報紙 在這裏落井下石 這裏需要再說一次 我們絕對不贊成任何人把資產放在香港 這次就是一件就是Total Loss 就是反對力量 和抗爭 還有民主派人士 支持 這個陣線 但是這個陣線 被連根拔起 而且把所有錢放在香港 假如這一筆那麼大的數目 當初 拿走了 在外面 甚至乎用來做香港人的事務 我相信那筆錢實際上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包括 海外 成立流亡政府 甚至乎舉辦一次 海外的投票 再甚至乎做得更加多 這樣 被香港政府 充公了 你的錢 這是一件非常不值得的事 但是已經為時已晚了 這裏真的希望大家 抗爭還抗爭 你慷慨解囊還慷慨解囊 但你也要清楚 那些錢去了哪裏 真的如果這樣 被中共 港共充公 你每射一顆子彈出去 你每給一元出去 都成為對方的子彈 這件事 真的不能接受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怎會 通常 對方 明星期間 我接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